上一期讲到迪尼莎找到了生存的意义 对执法队动手 正式地判断了组织 镜头来到了一座城镇 地上满是妖魔的尸体 甚至街道上还站着很多 这里应该已经成了所谓的巢穴 这里以前本身就是座普通的城镇 在遇到妖魔袭击被毁了之后 妖魔们就假扮成居民 将路过的外地人当成了粮食 然而被包围的两名大舰 脸上并没有半点的紧张 反而一脸轻松地各自统计着砍杀了几只 短发的名叫诺耶尔 长发的叫索菲亚 现如今地上是十三句 索菲亚自信地说我七你六 虽然诺耶尔大叫不可能 但索菲亚还是淡定地说 没错就是这个数 你连算术都算不好 才会一直都是第四 这个第四让诺耶尔很不满 因为你才是第四 我是第三 在他们两个吵着谁前谁后时 妖魔发动突袭 二人同时出手 诺耶尔以极其华丽的动作 砍杀了三只妖魔 见他又解决了三个 索菲亚也不甘示弱 将两个全部一刀斩断后 剩下的一只胆怯 快速闪身至十柱后 只见他右手一挥 十柱破碎 连同后面的妖魔 同样都被一刀两断 可是这样的战绩 却被诺耶尔嘲笑成 只是会使用蛮力的母星星一般 索菲亚也不甘示弱 嘲讽道你的杂耍是一点都没变 像只母猴子 就这样二人你一句我一句 本来就不对付的两个家伙 竟然要在这里一站高下 看到底谁才是第三 就在二人打算动手时 有人制止了他们 他的出现也让剩余的妖魔 转移了目标 一个个地朝他扑去 但神奇的是 两只妖魔身在半空中时 就被砍得鲜血被涌 而那名大剑就那么优雅地穿过了他们 并警告到想要动手的二人 大家接到的指令是 歼灭镇子上的妖魔 不是与同伴争什么 话音刚落 两只妖魔落地 对方名叫 伊雷娜 高速剑伊雷娜 刚刚的那一击 何时出剑 这二人都没能看清 而且那么近的距离 砍杀妖魔竟然没有见到半底鞋 难怪稳坐第二的位子 换句话说 这三个人是组织排名的二三四 二人很好奇 这次的任务虽然是清剿整个镇子 但也不至于将三人全部派来 只来一人都算是绰绰有余 看来是发生了大事件 伊雷娜说 组织下令要大家讨伐迪尼莎 震惊 因为那可是迪尼莎 微笑的迪尼莎 可是理由是什么呢 伊雷娜解释 她杀人了 杀了一群盗贼 并在组织清理门户时反抗 因为最强之人的背叛 所以组织召集了序列靠前的四人 尽全力去取迪尼莎的手机 索菲亚问道 二到五 那就是四个人 大大连连的诺耶尔问道 第五是谁 一旁的索菲亚吐槽 她的脑子有够笨 是艾鲁达呀 却被伊雷娜告知 这次不是她 是另一个 第二号 现如今的自己不再是第二 而是第三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两个一直吵着 要做第三 不做第四的家伙们 要去争夺那第四名了 新晋升的二号是新人 刚刚加入没几个月 她就一口气晋升到了二号 一听是新人 诺耶尔有些不服气 凭什么那丫头 能一口气升到第二 可伊雷娜却说 你不服气 可以凭本事去抢啊 但自己只看了她一眼 就甘白下风 就在二人有些惊奇时 他们身后一个人出现并摔倒 是个笨手笨脚的丫头 诺耶尔问道 她是谁 还有其他的同伴吗 伊雷娜则是一脸凝重的说 就是她 新进入组织的新的No.2 普雷西亚 诺耶尔大叫开玩笑 这么个黄毛丫头而已 你和组织难道都是有眼无珠吗 伊雷娜还是那副态度 不服气 你就去试试 听到这火爆脾气的 诺耶尔拔出了武器 一步步的朝对方走去 只见她一脸清津的说 我陪你玩玩 我要凭本事抢下这第二的宝座 看普雷西亚毫无反应气的她大叫 起来就在这里做个两段 哪知道 对方竟开始紧张的道歉 她为自己的迟道而道歉 但她也解释 自己都是为了收拾镇子上的妖魔而耽误的时间 这让诺耶尔很不满 她认为对方就是在胡扯 杀几只妖魔能拖延你多久 来到普雷西亚的身前 她才看清 在她身后的巷子里 竟然不满了妖魔的嘴块 索菲亚是大为震惊 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大堆的尸体 还有就是明明距离二人这么近 但她们刚刚却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而这就是她的特殊性 不管是什么样的对手或者数量是多少 她都能在不解封妖力的情况下将其歼灭 就和迪丽莎一样 更重要的是 她对妖魔的憎恨比任何人都要强 当时伊雷娜看到这个丫头和妖魔战斗时的模样 被吓得双腿之动 她的潜能恐怕在迪丽莎之上 老实说 假如没有她的话这次的着急行动 伊雷娜都不想和迪丽莎战斗 但是在见到她之后 她改变了主意 这个人不久将超越迪丽莎 与此同时 迪丽莎带着克雷娅进入了一座城镇进行休息 进入之后 带着抖红的克雷娅是一脸乞求地看着迪丽莎 迪丽莎是瞄懂 但还是询问道 现在的这打扮就是为了不少麻烦 一旦被人知道了真实身份 我们就很难在这里悠闲度日 将克雷娅点头又问道 好不容易能睡到柔软的床没了 也无所谓吗 女孩坚定地点的头 既然如此 迪丽莎也不再隐瞒 一把揭去长袍 抽出了武器 周围的人对于突然出现的妖魔猎人都大为震撼 原来这里有妖魔触摸 而且对方现在手里还拎着个小孩子 迪丽莎本想在镇子上放松的休息下 结果全被搞砸了 妖魔呀 不愧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对于这种家伙 迪丽莎也就是一剑而已 毕竟她是武力天花板嘛 收到入校的迪丽莎还在咒骂着 好好的休息时刻被打扰 身后人群则发出了阵阵欢呼 其中一个人更是上前紧握着迪丽莎的双手 并奉上了感激之词 迪丽莎下意识地说 不用愁谢 随后会有个黑黑怪怪的家伙 说到这儿她才想起了自己的情况 连忙打住 而此时 那个孩子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声哭泣 看着他们 迪丽莎有种恍惚感 对村民说 自己只是单纯的路过 没必要付礼金 村民们有些过也不去 而见此呢 迪丽莎提出 既然如此 就帮忙安排下住宿吧 自己和这个孩子经过长时间旅行 想要休息一下 这个要求实在是简单 村民们保证 一定会安排最棒的房间 因为您是这座城镇的救世主 看克雷亚就知道 这时候的迪丽莎 有些不知所措 直到房间被安排好 克雷亚一直没有停止微笑 这让迪丽莎很不满 你要笑到什么时候 原来 这是克雷亚第一次见到迪丽莎 惊讶的表情 看来是村民们的反应 让她大吃一惊 这的确是第一次 她第一次被真心的感谢 因为以前都是对每个城镇 要求他们几乎拿不出的高报仇 虽然那是理所当然的 但现在这样也很不错嘛 没有收取报仇的情况下 砍杀妖魔 解救人类 这变化 克雷亚是看在眼里 慢慢的她凑上钱 虽然房间里有两张床 但她还是提出 想和迪丽莎挤在一张床上 说完 再也撑不住 累得睡了过去 题外话 二人的关系 大家很多情况都下意识地 归结为母女之情是吧 但是呢 那就是百合 而且后面还有很多 尤其有一个人 大家可能更是意想不到 这里我就先不点出 到时候再说吧 而且漫画里出现垃圾这么个角色 有位朋友分析的很在理难 出现男性角色能淡化百合 还有就是不会出现 两代人都带着女孩 以至于最后都加入组织的这种套路 毕竟早早的设定就已经毒死 男性不可能成为妖魔猎人 这样克雷亚的命运 就不会如同迪丽莎一样 行了车眼了 回故事 房间里的迪丽莎 猛的进入了戒备状态 她感知到 有三股奇怪的妖气进入城镇 那感觉恐怕是同类 而且还是武艺高强的同类 莫菲是负责斩杀自己的执法者吗 迪丽莎极力地压抑着自己的妖气 压抑到极致 不要被他们发掘 而且要想点别的办法 假如能躲过他们的话 但是她放弃了 对方是高手 是瞒不过的 楼下三人已经确定就在这 在这座奢华的建筑里 伊林大打头进入旅店 顿后的索菲亚递上了一包钱币给老板 可老板不明白 住店是运不了这么多的 索菲亚摘下武器笑着说 没关系 那些钱就当是将这买下了 楼上的伊雷纳是推门而入 迪丽莎一边着装 一边微笑着打着招呼 得知对方的目的后 她反问道 你做得到吗 话音刚落 以伊雷纳为中心 就如同一阵旋风般 将四周的墙壁和防门角的粉碎 迪丽莎知道那是对方使出了高速键 她也指出又可以 别将一旁睡觉的孩子卷进来 伊雷纳明白她的意思 别担心 等她醒来 事情已经结束 双肩交击 迪丽莎笑着说道 怎么高速键是不能停下来的 随后 无形的剑影出现 迪丽莎精准地打下每一击 期间依旧是面不感刺 的确比以前进步了不少 可是这种程度 还差得远了 听着楼上兵器交击声 找准位置 一剑刺了上去 剑尖竟直击迪丽莎的手臂 克雷亚在一旁大声提醒 见她醒来 迪丽莎大叫别乱动 乖乖地坐好 在她分神这瞬间 身后的窗外 诺伊尔出现 而眼前 伊雷纳持剑突进 迪丽莎反应神速 抱着窗上的克雷亚就跑 从二楼的窗子是一跃而下 诺伊尔有些懊悔 但伊雷纳没有多大的反应 落地的迪丽莎有些头疼 这三个丫头 实在让人烦人 也就在这时 她才察觉 身后竟然还有一个 对方就那么实践 待在原地不动 她十分的惊讶 自己竟然没有感觉到 这个丫头的存在 对方则慢条斯理地 做着介绍 初次见面 自己名叫普雷西亚 最近才加入组织的 虽然这么说有些失礼 但自己要取名的手机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此为止 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